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想吃月饼,不用出去买了 将你在家做,不用转换糖浆 不需要任何的技巧和难度 食材呢,也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新鲜玉米 给它掰成两段 再把玉米粒剥下来 今天,我选择的是水果玉米 这种玉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一般呢,都是用它来炒肉 或者是炖排骨汤 而用它来做月饼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吃起来软露香甜 比有一番风味 剥好之后,给它倒入铺壁机中 加20克白糖 要是喜欢吃甜一点的 也可以多加一点 跟着,加160毫升清水 选择果蔬件 把它打成玉米汁 打好之后,倒入碗中 加两勺糯米粉 两勺粘米粉 粘米粉,也就是大米粉 再给它搅拌均匀 这里,粘米粉和糯米粉的量呢 是1比1 把它搅拌成这种状态 下手揉成团 揉成团之后 揪一块面团 放在手中捏一捏 把它捏成小圆球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挨个摆入盘中 全部做好之后 盖上保鲜膜 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调个椰蓉线 加40克椰蓉 15克白糖 打入一个鸡蛋 加10克黄油 20克莱粉 搅拌均匀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取一搓 放在手中捏成团 然后摆入盘中 然后摆入盘中 接下来 取一个玉米面团 放菜板上 把它压扁 然后整理成一个小窝窝 再放入一个椰蓉馅料 转动虎口 给它包起来 这里面的馅料 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做 可以用豆沙 把腻水果 焦盐味等等都可以 把它搓圆 接下来 准备一个玉米模具 刷上一层油 这样更好脱模 把面团放进去 按压一下 再继续像这样按压 使它按压出花形 然后给它脱模 像这样 一个玉米小生胚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之后 摆入蒸笼里面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然后放入蒸锅中 水开后蒸15分钟 时间到后 焖两分钟再打开盖子 哇 好香呀 一股浓浓的玉米清香味 扑鼻而来 看着软软糯糯的 非常的有食欲 用新鲜玉米做出来的月饼 吃起来 营养又好吃 软糯香甜 做法非常的简单 不用转换糖浆 没有任何的技巧和难度 新手一次性也可以成功 摆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我们还可以用电饼铃铛热 或者是放入空气炸锅 烤箱里面烤都可以 我个人觉得真的更营养健康 吃起来呢也会更好吃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